亚洲事务评论员张家敦律师 上周末在南加州洛杉矶及圣地亚哥巡回演讲 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曾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张家敦感慨地表示 没有共产党 中国会更好 张家敦认为 从最近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 到薄熙来下台等J203的事件 一再凸显了共党制度的缺失 他指责温家宝能辞其咬 他指责温家宝能辞其咬 在香港及上海居住了近20年 他感慨地说 没有中共 中国人的日子会更好过 他们的世界是没有冠軍的共产党 中国人死在海负导出来 你们说个身边被攻击成員 他们被攻击成员 你见到罪人的乎 Prisoners 反省法人士 反省法人员 这世界是处于负导的产生 中国人变成了一条好的地方 如果它对于中共派事情 最后的东西 中国人 going连去 新韓記者 孝可淳 黃文華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